今天是10月18號 也是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71歲的生日 鴻海科技日就選在這一天登場了 這是一口氣曝光了三款新車 而這其中就包括了郭董 他搭乘的這一台叫做Model E 這一台其實是走高端頂規路線 所以它的0百公里加速度是來到2.8秒 這個概念其實Model 3 Tesla的Model 3現在也才3.3秒而已 所以是等於直接擊敗了Tesla的Model 3 馬力是來到了750匹 不過現場還有另一款更讓人驚豔的 是一個平價的電動車 就是您另外一邊看到的 這個白色的休旅車SUV 它是Model C 這個0百加速是3.8秒 但是售價是百萬台幣以內 而在今天更驚豔的是 這鴻海郭台銘董事長 他親自駕駛的這一台車亮相了 親自開這個電動車緩緩進場 這一刻等了好久 鴻海集團創辦人 郭台銘多年的電動車大夢成真了 郭董走下車現場想起生日快樂歌 因為10月18這一天更是郭台銘71歲大壽 格外值得紀念 今天就我個人而言 是我這一輩子71歲以來收到最好的生日禮物 它展現了台灣整體的工業實力 這回鴻海巧思十足 除了科技日可以選在郭台銘生日 活動還特別要在10點18分開始 以表面時間來看 時針和紛爭還剛好變成了一個笑臉 象徵了鴻海電動車起乘的好兆頭 太棒了 這三個字不足以形容 我現在激動的心 於是我願意把這份禮物 分享給對台灣的同胞 台灣的國人 一口氣祭出三款生日禮 除了郭台銘駕駛的Model E 還有C級日休旅車和Model T電動巴士 鴻海連續兩年在科技日大秀電動車肌肉 去年才亮相MIH底盤 不到一年時間就把實車給造了出來 這回三款車是參考原型車 也就是客戶有意願就可以採用並且量產 但也可以按照需求更改設計 彈性相當高 日龍集團的納智傑和中華 將會成為首發客戶 最快明年就能益助營收 2023年將有更大貢獻 不只硬體到位 鴻海宣布要成立軟體研發中心 三年內要招募千名以上的軟體研發工程師 從產品構思外形設計到電池設計 到機構工程到三電系統 到操控內裝系統到操控系統的整合工程 從手機到電動車 鴻海這回轉舵順著電動車風 但汽車製造畢竟是大業 鴻海說台灣製造運到世界機率是零 當地製造共用設計才能鎖短時程降低成本 這回鐵了心擺脫代工稱號 要帶領台灣產業打響價值 向外拓展影響力 東森財經新聞綜合報導